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甚至连正常的饮食能量都没办法确保 再加上不适宜的作息 在电脑定视前长时间久坐 太耗费精气神 当长期保持同一姿势服安工作或学习的时候 上体前倾 颈椎紧张了 首先压抑了都脉 都脉总都一身的阳气 压抑了都脉也就是压抑了全身的阳气 于是久而久之整个脊柱就容易变弯 人的精神也差了 俗话说 人活一口气 这一口气便是人体的阳气 这口阳气没有了 人也该走了 正是阳受尽了的意思 久久有神这个词是老祖宗 用于形容身体健康 气血充足的人的眼睛清明透彻 可是现在因为社会的种种压力 一些大学生 研究生 甚至初高中学生的眼睛 未必都有神采 喜欢打坐的休闲人肯定知道 自身能量对自身修为道行的影响 那么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休闲人 对正能量的需求是肯定的 也是必要的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 受天地万物的滋养 自古以来就有李靖天地君清师 一把天地的说法 天地是东方民族对宇宙的专有概念 寻子天论 心对慕名 国人皆恐 是天地之变 阴阳之化 物之罕至者也 天地的正能量是宇宙间最适合人类 最滋养人类的能量 接收天地正能量的加持 可以炎年益寿 强身健体 还可以开启人的灵性智慧 当人体负能量积攒过多 在哲学上讲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 必然引起质变 就会在物理层面产生疾病 用天地正能量中和负能量 可以调整体内阴阳平衡 疏通经脉 打开天门 打通中脉 自然可以使身体健康有大的改观 而当身体已经没有负能量 或者负能量很少的情况下 接收天地正能量的加持 就可以提升自身能量 进而对目前所学有更深刻的领悟 它简便一行 不影响人的正常工作 生活和社会交往 它可以在自然中唤醒人人回心向善 可以令人觉悟觉知 达到身心灵合一 这不正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吗 众所周知 我们人体是由质量能量和信息组成 万物有形即是质量 能量是以气的形式存在 而魂魄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信息 气以及阳气 既我们赖以活着的能量 可见我们人体虚于也离不开能量 地球 宇宙均是如此 正能量既是我们与生俱来 也是上天老祖宗时刻不断的传输 我们刚出生时 是纯净无染的 但是随着后天的成长 慢慢的身心灵便渐渐染污了 身上的能量越来越杂越弱 再加上我们所吃的食物也不是纯净的 以致我们身体渐渐地滋生了各种疾病 能量越来越弱 我们可以通过接受无私大爱的天地正能量 让我们的身体能量得以增强补充 在接受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意念其请天地正能量 把我们体内的经络 气血疏通 把病气 火气 寒气排出去 让身体恢复阴阳平衡 继而让身心灵恢复健康自在 天地正能量 既然时刻都在传输 那么为什么要在每晚七到九点间接收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 从阴阳八卦的角度 晚上七点至九点是虚实 从阴阳八卦方位上来看 正是西北方 正是天门打开时间 而人体的天门正是百会学 此时如果能静静地坐下来 因应其请天地正能量 从百会学灌入 正是接通了信息 此时接收到的能量 是事半功倍的 二 从子午留住的角度 晚上七到九时 是心包经当令时 失眠 多梦 异醒 难入睡 心烦 健忘 阴闷 口干 神经衰弱等症状 是守觉阴心包经不通的常见症状 在这个时间段静坐下来 接受天地正能量的加持 可以有效地把心包经疏通 把由心包经不通 所引起的以上身体上的问题缓解或消除 三 从道一理论角度 为何心包通 为与小肠通 脾胃相表理 心包经与三胶经相表理 心经与小肠经相表理 小肠是吸收营养的 由此看 此时间能静下心 吸收天地正能量加持 就是人的身体吸收营养的最佳时间 四 人体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影响制约着身体的健康 一切病都是由心病产生的 都是由心中的怨恨脑怒烦引发 使脏腹器官发生病变的 怒伤肝恨伤心 烦伤肾 怨伤脾 脑伤肺 有病就是有灾难 就是负能量大 负能量在人体中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 身体自然报警 如再不引起重视 灾难升级 或许后果将不堪设想 五 从人体阴阳的角度 人体阴阳的平衡是杜绝一切生病的根本 每晚八点至九点间的能量加持 其能量是来源于九天的正能量 对人体经络 气血的阴阳平衡至关重要 那么 怎样接受天地正能量加持 接天地正能量关键是个频道的问题 频道对了就接通了 频道不对 就好比遥控器没电池 永远都找不到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 我们每天晚上七点至九点间 接受的天地正能量 能增长我们身 心 灵的正能量 当我们身上的正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 自然感召的便是一切好的 顺的 美好的事物 甚至我们还可以自然的以我们的这个小宇宙 去改变我们周围的大宇宙 让它随着我们变得柔和 静美 因此 如果我们每天能在晚上七点至九点间 把所有的烦恼 忧愁 暂且放下 渐渐地坐下 心中默议三遍 接受天地正能量 福生无量天尊 也可以加上自己的名字 双手放在两心上 手心朝上 尽量观想身心灵上的负面能量 慢慢地从手脚上排出去 让身体阴阳平衡 气血畅通 如果没有时间 可以在八点直打手势 加意念 用了半分钟 然后可以忙自己的 能量加持是自动的 不用担心人的走动 会影响能量加持 如果稍微有点时间 那最好在打手势 加意念后 静坐前十分钟 因为前十分钟的能量 是最强的 不论怎样 在八点到九点的一个小时 最好能坐到手心朝上 哪怕是一只手 在九点结束后 先感恩天地正能量的加持 然后两手手心手背 进行搓搓 然后面部按摩 揉揉太阳穴 眼部按摩都可以 刚接能量时 有人会有感觉 有的人会没感觉 有的开始没感觉 以后有感觉 有的开始有感觉 以后没感觉 因为个人身体敏感度 经络畅通度不一样 所以感应也不会一样的 但是即使开始没感觉的 也要坚持接收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 必然引起质变 天上没有掉线饼的事 一个人不坚持 不付出 肯定没有收获 晚上接能量时 行住坐卧接渴 不一定要静坐 但为了更好的调理身体 还是尽量静心静坐 接受效果会更加明显 坚持接能量的效果 更为明显 八点开始前十分钟 最好静坐 静坐能够强健身体 修复身体的压健康状态 提升五脏六腑的功能 特别对于慢性疾病和顽固症状 如高血压 心脏病 肾病 肺病 脑工血不足 偏头疼 身体沉重 四肢寒冷 风湿病 爱出汗 倒汗等 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静坐时 思想放空 呼吸变得平缓均匀 通过呼吸进入肺部的空气总量相对稳定 进入心脏的氧气量也相对稳定 从而利用血压的调节 静坐时 身体能量的消耗减少 心脏的耗氧量也比平时减少很多 血液循环的力量自然比平时加强了 有力的血液循环可以帮助我们净化血管中堵塞的物质 让很多成其休眠的血管重新恢复生命的活力 老子说 万物云云各归其根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 意思是说 根是万物生命的来源 回归根才是静 能静才回归生命 这就是讲静态的重要 太平经曰 求道之法 静为根 久久自静 道具出 太平经何教曰 静身存神 既病不佳也 年寿长矣 神秘幼稚 作望论奖 静定约久 并消命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下您的感受 喜欢小玩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